意念的强大作用2 意念改善健康与疾病 广东话请按一字 当你病的时候 你应该去观想如何才能够健康 而千万不要去想如何去医病 因为想不病和想健康 表面上看来是一件事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你想如何健康 你就会很快健康 但如果你经常想 吃什么药可以医病 你总是担心失去你的健康 你总是会想你的病是怎么会怎么 那你就会永远被疾病前扰 因为再做有疾病信息的能量 是会被你心中所想的疾病信息而吸引 于是你就总是会被那些不良的信息包围 你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个体会 我们的病是好像蛇会不知不觉地好回 即是说当你不想病的时候 它才会慢慢地好回来 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体会 就是当你放下你对疾病的焦虑、恐惧、忧担 放眼看一些快乐的事情 做滋养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你那个病甚至还疾也好 是会不知不觉地康复了 下面我就从信念的信息角度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安慰剂 有时候是可以引起到医病的效果呢 在医学界普遍都认为 药物对人类的影响其实是不足30%的 人类经常是会用这个安慰剂 而试验来对比这个药物的疗效 首先麻烦大家请你给个like和subscribe 给一些动力我继续可以每天花几个钟 出些免费片给大家看好吗 麻烦你了多了 其实当我们知道了信念、信息和能量这个道理之后 这个原理就再简单不过了 当一个人相信这个药物是有效的时候 这个药物里面就带有这个能够治疗他这个疾病的能量 信心越强,能量或者疗效就会越大 其实很多药物的发明和发明者的信心 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当发明那个人和所有患者都一致认为他是有效的话 这个药物对这个疾病的疗效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相信这个意念的能量的强大作用了 那其实不同的信息体现在能量上呢 就是能量的频率震幅不同 读过物理学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经络不通 经络不通 从根本上来说 其实就是你的心里面有了障碍 心里面有一处的不通 那身体就会对应有一条经络的堵塞 心是掌管信息的 而信息和能量是不可分割的 能量通道阻塞了的话 首先是要从心 就是你的信息那里来调整的 所以我之前都做过一个 引导冥想系列是专系清洗七轮的 那心轮是非常重要 你是要去清洗它 所以那些东西就不会阻塞 都不会那么容易有病了 另外我们都可以用一些精油去清洗 以及balance 心轮的 之前说过了 Placebo 信的就会有效果 不信的可以skip这一部分的 那有很多不同对应心轮的油 这里有个表 大家看到的了 有Geranium Tea Tree, Eucalyptus, Lime, Peppermint, Rose 然后有些不懂读的名字 Yelang Yelang 其实好像有什么Yelang Yelang 但我也是Yelang Yelang Sorry Yelang 然后有些什么Papadum, Memorita 不懂读的名字 你自己看这个表 就对应心轮的油 有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就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每一个痛苦 都是有一个罪恶的相对应 心里面的罪恶不除去 痛苦就不可能解除 那有什么是会阻塞了我们的心呢? 怨恨、烦恼、贪真痴、慢疑 这些就是阻塞我们清静内心的罪灰禍手 首先我们要解除身体的痛苦 就先要保持一份无私无欲的心的 那我们是不可以用火去救火的 所以我看到有些罪 坊间有很多愤怒 就是我吵这个吵那个 你没有搞错? 其实你就是在做这个吵这个行为 就已经是伤了自己平静的心 你吵那个人 那人其实是没什么的 你自己只是有生气而已 所以你要首先反映耐心 就是为什么你要这么生气? 为什么你要这么痛苦? 为什么你要害怕这个病? 为什么你要洗手洗到脱皮都要再洗呢? 你是怕没了健康啊? 还是你从着你觉得我养生 我个人够健康出发呢? 对了 那我下集再开一个详细一些 给一些科学的解释 可能这集会有点微软 或者有点心心灵德 是不是呢? 好了,下次再见! 请请大家 ان嫁上凄订!" 完成了吗? 宝贝 ? 为什么